快為金鐘五十按讚 天天送五千 還有機會玩彩金搖搖的 抽六萬大獎 去的方式就推開了 用螺絲起字 輕輕一般打開心表 輕而易舉 他這裡就在調定層 就在這裡 指著眼前的白色凹槽 就是瑕疵部位 有心人士一旦偷改 就可以把原本200公尺 跳五元的里程數 改為170或180公尺 甚至更少就跳一次五塊錢 原本100秒跳五元 也可以改成80秒或更低 跳表一次 等於縮短了定層 加收錢 百分之百勢必免不了 城市的糾紛 一定是免不了 會有這種糾紛的 裡面的定層不可能被更改 如果是外域的 就是惡意的外域的更改的話 我的城市裡面會自動消費 心表有瑕疵 讓月初剛上路 一千多台已經裝心表的小黃 通通被迫得重新拆下 北北基卻還堅持小黃價格 十月照常漲價 改成先繼續用舊表 加上人工對照表的方式 來因應 那就會有可能會有弊端產生吧 這樣對消費者就不太有保障 就是他的認證的過程不是很好 不然他機器認證呢 為什麼還可以那麼輕易 陪人家撬開 據怕照常漲價後 對照表糾紛更多 是否暫緩 北市府還要再商議 標檢局雖然也緊急勒令停售 說要重新改洋 但明明是經過完整招標程序 還是有問題 一旦發生糾紛 吃虧的還是全民老百姓 記者陳嘉明吳鄧麗 台北報導